我先講講renews這兩篇報道 林定國其實是早兩天前 他講法治指數 他自己眼中的法治指數 你看到很多法治排名 香港都在下跌 你經常說你相信那些排名 經濟也好 法治也好 那些不可靠的 我們看一些我們眼看到的東西 就等於李克強在大陸 不相信他的經濟增長指數一樣 不相信GDP一樣 那他相信什麼 他相信睜眼 他相信用電量 用電量 或者像以前美國佬那樣的衛星 就看一個地方 工業是否發達 或者他產出多少 他比較兩年同期 工業重鎮 究竟他燈光量多高 那些人有多少OT 這樣 之後好像說 因為用電量很容易偽造 所以他就相信出口數字 現在林定國 他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東西 他自己有個法治指數 我自己也有一個很獨特的法律指數 他在法治教育領袖訓練計劃裡 就由他自己主講第一課 他就說 我的法治指數就是看人過馬路 怎樣 在沒有車的時候 就看有多少人願意站在那裡 等一盞燈轉為綠色 我真的每天都看 我以前小時候 聽到一個地方很笨 就算沒有車都好 紅燈的人真的不會過馬路 那個地方在哪裡 那個地方 其實多數都是兩個地方 要麼是日本 要麼是新加坡 日本 就沒有什麼人說法治 但是 你看到那些人真的很乖 他現在所說的 這個法治指數 就是 人們多麼去尊重法治 多麼守法 守法就是法治 其實守法是果 守法前面有個因才行 那個因是什麼呢 林定國 我問一下你林定國 你知不知道守法 為什麼那些人會守法 有些地方不守法 即是說有些地方 守法的人 法律怎麼寫 他們怎麼做 尊重法律 為什麼 這個就是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是誰說的 John Locke 我記得好像John Locke 是說的 社會契約 即是說大家都有份去納一條法 大家計算那條數 經過社會辯論 我們覺得 就算沒有車走過 我們都應該站在那裡 養成一個守法的習慣 令到那些人 就不會 就是take risk 就算你覺得沒有車都好 你可能會看漏眼的 那你經過社會辯論 大家有參與 大家也都被知會 那他自己自然 他就自己會站在那裡 乖乖地站在那裡 這個就是社會契約 你說 那些人的守法當然是好 那是不是真的 聽話就等於守法呢 對於林定國來說就是 他就覺得聽話就等於守法 就是有法治 每個人現在不斷扭曲 我們以往認知的定義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 反映市民自覺守法的意識 有守法有自覺守法的意識 就是法治 他說衡量一個地方的法治 就包括 什麼獨立審判權 充分的法律人藏培訓 他說香港不可能有七八萬套法律 不可能任人自行定義 為公道而不守法論 亦都不可以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好像羅賓漢這些 就是劫富濟貧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而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 公民抗命 劫富濟貧 而就大眾歡迎 就是你的領導人扑街 不是領導人扑街那麼簡單 領導人可以扑街 但是 你的理智可以很健康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整個社會是不義的 你整個社會立的法律 整個制度 是令到窮人永遠做窮人 永遠沒有一個向上爬升的機會的話 你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國家的財富 只會永遠被一些婦人去壟斷的話 有些人走出來 去劫富濟貧 去為這個社會公義 打開一線光一線窗 那你就會受歡迎 正正是因為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 他的法律不移 忽略了照顧故一些最弱勢的人 才會有劫富濟貧 對吧 是不是 而不是你說 法律怎麼寫 我一定要乖乖地堅持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印度可能是的 印度不是靠法律 印度那些人很懂得應命 你覺得中國大陸也是這樣 TU更稱 社會契約那個是勞騷 勞騷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已經是 那我覺得以前我看這個 就是renews 其實很多時候 我知道林彥幫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不到幾多事情 但是有時候我天天都會看renews 他的事情就不是很深日 一個人就很難做 但是呢 社會熱話那些他不會miss的 我覺得是 那這個就很憑一個記者的直覺 是吧 就是他看新聞 他選材的時候 他自己那個 覺得什麼為之重要性 重要性 還有那件事有沒有發生 是吧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平衡 這個呢 他就挺好的 挺健康 他除了說林定郡的法治觀之外 他還說了周恆彤的法治觀 我覺得這個值得探討 周恆彤說 我覺得不是 完全兩回事 他就說 那些人呢 就將這個法律偶像化 將法律神化了 這個就是林定郡說的這些事情 其實你記不記得呢 我們剛才說的羅賓漢 那個例子 林定郡說羅賓漢的例子 其實是不是有點像這個孤聲淚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孤聲淚就是這樣 孤聲淚 他引述 一個警察說 喂 守法就守法 你不可以偷麵包 偷麵包 我就是要坐 你坐了十年幾年 那這樣是不是公義呢 是不是正義呢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歷久不衰 一個這樣的opera 經常有人看 因為社會裡面總會有些不義 你法國大革命之前 就是 就是孤聲淚 孤聲淚 就是社會 就是講 你只要是貴族 你只要是跟教會friend 你就大了 你可以打橫來 那這個就是不義 永遠有一種不義 是不能伸張的 我們就在肚子裡 周恆同講那種 再講 林定郭 他就說 法律就是一定要遵守的 即使有人覺得 法律本身不永遠正確合理 你覺得不公道是你個人的意見 公道正義公平 是沒有一個定義的 七百萬人 可能有七百萬套標準 但是不可能呢 因為不同意法律就不遵守 怎麼可以純粹覺得自己不公平 就用自己的標準 決定不遵守法律呢 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變成一個混沌的世界 無政府的社會 即使法律真的有問題也好 都應該和平理性 案情罪爭取改變 更加重要的是 香港要由有獨立審判權的司法機關 判斷誰是誰非 這句是最大的問題 這句是最大的問題 你這句說話 什麼 七百萬人有七百百萬到標準 你這句說話 你為什麼似曾相識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就是前警務處長 盧偉聰 不是 是禿英說的 禿英的真名叫什麼 曾偉鴻 曾偉鴻說的 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很危險 現在他的標準就是賺真銀 這句就是這樣說 但是他當然有斷章取義 七百萬人總會有七百萬套標準 還有現在說 七百萬裡面 可以劃分為上中下三個不同的階級 以這些階級論的話 有些人 尤其是低下階級的人 社會裡面弱勢的人 永遠無法回身 永遠不被代表 永遠不被發聲 那他們 其實他們 就不會妥 這也是維穩的問題 他說法律有問題 和平理性爭取改變 這句說話是不是很好笑 和平理性很多次 社會不會改變 甚至乎 在2019年之後變本加厲 香港還有獨立審判權的司法機關嗎 你看看陳廣池這個臉 你看看現在的國安法官 那些真是笑話 那些真是 獨立審判權 當然被審那個人 就一點都不好笑 那好了 周恆彤在說另一套 就和林定國截然不同 這就是永恆的辯論 其實 因為周恆彤最近 他拿獎 就是歐洲人權獎 那他就說 雖然他不是說林定國的說法 但是他反對的 正正就是林定國 現在這種法治官 他說這一套 過去幾年 官方都在這裡重複過很多次 就是把法律偶像化 把法律神化 剛剛好就是現在林定國想說的話 他就把法律放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他說規則或者法律 最終都是取決於誰去制定 解釋和執行 而法律本身就不是神聖 也不是絕對的真理 歸根究底就是權力的表述 誰拿著權力 誰去軟譯法律 現在香港就是這個問題 你要去濫用香港不二的法律 例如公安條例 刑事罪行條例 刑事煽動意圖罪 法律一直都在 但因為現在由你這個不二的政權去演繹 權力的表述不二 而由不公正的權力支撐回法律 可能會帶來最恐怖的惡夢 你說什麼納粹大屠殺 新疆人的迫害都是通過法律 因此法律就成為撫摸我們良心 麻痹我們惡行的藉口 就好像 有一次 過往一千上萬的抗爭者 就是因為港英遺留下來的公安條例被拘禁 先動罪 就成為了警方打壓言論事由的武器 陳伯在獅子山舉書法 就說違反交野公園條例 異見的政黨 亦都因為反洗錢條例的法規被銀行 就拒諸於門外 即是我們見到很多人都被銀行帳 就不是網上銀行帳 是真的戶口被銀行帳 林定國又提過 香港的法律 你說就說受人權法弱倉 但現在周恨同又說 這些官方宣告的背後 實際上人權就是被涉意的踐踏 而現在所說的人權法 只不過是你基本法國安法裏面的法典上裝飾 當你被人罵你不重視人權的時候 你就說我法律不是這樣寫 我法律有寫人權條文下去 寫而已 你沒有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說會有這個宗教和集會自由 是啊 你寫了人民下去你就重視人民了嗎 你都可以打壓人民 這些事情經常發生 過去幾年最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 往往是經過法院批准或執行 不是因為法官突然忘記了我們人權法 而是法律一直被重新演繹 例如現在經常說的國安法 國家安全 法庭照單傳收中共的罪術 這樣下來的話 獨立法院只會淪為黨的意志執行者 即是黨安法官 現在是 納粹法官 結果監獄被良心犯失滿 繼續強調司法仍然獨立 實際上已經無關同樣了 當獨立法院自願地監禁異見人士 並且摧毀公民社會的時候 還有什麼需要干預呢 所以 林彥邦在這個renew說明說 兩套對法治的觀念 誰是誰非自有公論 但是 或者我們更加應該留意到 其中一種觀念 不斷被高舉強化 就是林定國那一種 就叫你聽話 叫你服從 服從 服從等不等於法治 所以服從不是 服從 現在你說的香港的法治 即西方的法治思想 司法獨立 Rule of Law這一套 最重要的根基就是社會契約 這套法律有沒有人民授權 大家有沒有被知會 所以你說建制派有一個人很可恥很可恥 那個姓陳 我以前經常說 這個在港大的法律學家 陳雲系 陳雲系 這個仆街 他說國安法是社會契約 你老母 是共產黨和香港 重新訂定的社會契約 是啊 現在他就說 這套試圖被樹立 為不容挑戰的絕對真理 就是將你神化 永遠真理 法律就不會永遠真理 如果你法治的話 是 你可以不斷被改造 但是一定會有一個 人民的授權 有人民的諮詢 大家有討論 大家才會心悅成復 大家一起去 有份去確立這個標準 不對就說到對 最後立了法之後 我一套被推翻 下次我大選贏回來 然後我爭取釋法 有一套這樣的遊戲規則 公正的 大家才會心悅成復 是不是 不是說好像現在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前 舊約聖經所說的十戒 那個叫不是法治 不要玩 那個最原始的東西 是啊 你不是上帝 共產黨不是上帝 共產黨想成為上帝 共產黨就想成為上帝 好 另外 這些都是很快 我們都